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给各位画了一个未来的方向 我们慢慢地看 我们继续地看下去 会不会越过前波高点 那这张呢 各位 我告诉你 你这阵子 真的有点混淆了 昨天川普说谈不成协议就要加关税 中美贸易争端再起 然后又有人跟你讲 说 美贸半导体设备出货翻红 这是利多 刚刚那个是利空 这又是利多 然后今天说谈判要添的变数 香港人权法案 川普10天内必须要表态 好像因为人权法案 中共不爽 又不爽了 官媒好像又有在频频放货 可是呢 又传出说 刘鹤邀请美国贸易谈办 前往北京进行磋商 感恩节前 11月28号前 中美北京间 利多 你不觉得吗 利多利空分杂 一会又利多 一会又利空 难怪你会六神无阻 难怪你会被这些讯息混淆 许可证到手 部分美国企业恢复攻或华为 利多 你要听哪一个 各位 这么多的利多跟利空 你要听哪个 你要听哪个 我跟你讲 都不要听 都不要听 把它摆在一边 丢在一边 你不要听这些了 听他没用嘛 没有用嘛 听这个干什么呢 看这些东西 我也觉得这些报纸 是不是没有版面了 看这些东西干嘛 所以你听这个没有用啊 你看这个东西没有用啊 一会又利多 一会又利空 你无所适从欸 你到底要听哪一个 我跟你讲啦 你听我的啦 你听清俊的 好不好 这个盘 就是要模拟啊 模拟的耐性 我跟你讲 这个盘在干嘛好不好 两个字 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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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是吗 台积电 鸿海 鸿海 今天好像不怎么样 不是说供货华为吗 你看那个大盘 這阵子 我跟你讲 这边跟这边很像 这边就跟这边一样 几乎完全复制 模拟的耐性 因为现在很多投资人会想一件事情 指数长这么多了 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居高思维 我们要逢高检马 甚至逢高来放空 你看中文贸易是不是协议 是不是出现变数了 万一有一个风水草动 万一川普又翻脸了 万一川普在假日推特 又发表一下金氏骇俗的话 所以在这边要怎么样 放空啊 空手啊 做空啊 不管是ETF还是指数啊 指数期货啊 或是股票 我跟你讲 背后的人啊 背后的黑手就在做一件事情 又空了 又空了 我告诉你啊 根据我所得到的情报 我所判断出来的 我跟你讲 有些股票 真的 你要注意 等到结束完毕的时候 那就是另外一波 大幅飙涨的开始 我跟你讲 我没有做任何改变 我不会因为说 这两篇大盘拉回来 这个不算数了 我们将撕掉 没有喔 没有这回事喔 各位 一样喔 上跪的也是一样喔 后面的行情会更精彩啊 各位 我告诉你啊 什么都没有变啊 什么都没有变啊 我们的基本面 我这阵子跟你讲 为什么我们的GDP 这么好 而且有人还要上调 还要上调金明两年的GDP 你看我们最近的营收 上个月的10月营收 创下今年新高 各位 这些都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数据 基本面在支撑我们的台北股市耶 各位你知道台积电 台积电的订单筛报 台积电订单筛报 能监督看到明年上半年 我今天可以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有一只股票 我写在测标上 有一只股票 你看我节目很久了 对不对 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你什么时候 各位 你什么时候看我在字卡上面 写这种文字 业绩订单 我什么时候写过这种 我都没有写过 几乎这阵子 这阵子以来 我都没有写过 各位你看一下这边 比如说台表科好了 信洪科 经历科 世新 我都没有写什么 比如说立基 我都没有写什么订单 业绩的数字 我都没有写在字卡上面 但是我跟你讲 今天 今天不一样 这家公司不会让台积电专美于钱 不会让台积电专美于钱 台积电订单塞爆 我跟你讲这家公司震撼了 要是又来了 该不会又在那边画大笔 要不要操打吹牛 震撼有多震撼有多震撼 老师你告诉我有多震撼的情报 证明啊 证明啊 为什么你每次写震撼情报 我就要相信呢 是啊 没有错啊 好啊 我最喜欢做证明的事情 来 10月24号这天 我公开的震撼情报 那个时候我跟各位报告 来 我得到独家 我得到一个震撼情报 希望各位 花一块钱打电话进来拿我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我叫做5G星霸主 核心 也是核心啊 等我来 10月24号 新军公开 这个 也让你看到的 来 温故执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 10月24号的台表科 微信啊 诶一个字都没有做任何的更动 都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一样 同样的文字 同样的画面 我们再看一次 来倒坡 确告 哪一支5G星霸主 掌停板 这哪门值得震撼啊 好啦 就算拉到涨停板好了啦 也差一点点而已嘛 是不是 有多震撼 蛤 有多震撼 核心刚传出来的震撼情报 有多震撼 老师我不相信这支股票会大涨 你看涨上去了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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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啊 今天 我这里有只写核心传出来的震撼情报 但是 我这几个月 应该说这一年来 我都没有在字卡上面写什么 写包括订单跟业绩的事情 各位 经过清俊的再三求证 这揽三天的 我反复的确认 我跟你讲 我好不容易得到的 我好不容易得到的 老师是不是公司派那边流出完了 你不要问 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我不会回答你的 因为我也要基于保密的原则 我怎么可以在电视上讲呢 这个不能曝光 但我要告诉你 各位 这支股票 明年的业绩 将会有爆炸性的成长 很可怕 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跟你讲 台表科今天的大涨 昨天涨天板 今天大涨 我跟你说 不算什么了 43%小case 这叫做前菜 这叫做小菜一叠 小菜一叠你知道吗 627%台表科 老师今天上涨 今天很多股票拉回来 有不少股票还是下跌 今天股票它算不错 我跟你讲 这样的一个涨数 跟这支股票比 这叫做小菜一叠 这叫做小菜一叠 小菜一叠 早上还有人问我说 老师 那个目标价多少 目标价多少钱 重要吗 我跟你讲 跟这个股票比起来 台表科不重要了啦 台表科旁边站 靠边站了 我跟你说 台表科不够看了 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让你财富翻倍 你知道吗 这支股票 我跟你讲 下个礼拜开始 下个礼拜开始 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买对股票 你一定要买对标股 方向继续往上看 我都没有做任何改变 这个盘就是在右空 它就是在右空 当然你信也好不信也罢 因为现在很多人 对我之前有些后还是半信半信 虽然 我对很多股票 你看我的股票一路往上大涨 但是你们对未来 还是有充满的不确定性 你们还是会疑问 还是有一律在 还是会打个问号 没有关系啊 即便我今天写这两个字 今天多少 11月22号 对不对 11月22号 我跟你讲 我把日期写上去 你等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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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盘 会不会又空 你不要又让我对了 我告诉你 要让我对了不得了 这个盘很可怕 如果你不晓得它背后的动机 你不晓得背后的 他们在搞什么 我跟你讲 人性 你看到这个盘 这阵子在那边上下震荡 然后利多利空的讯息 在那边互相交杂 我跟你讲 你真的会六神无主 你真的无所是从 你也不晓得说 这个盘到底是 到底是往上还往下 好像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对不对 有些特定的媒体在那边看空的 偏空的 讲的一些话好像 是是好像 他讲的好像有点道理 所以你们很容易偏向他们 所以我跟你讲 我要以正视听 我告诉你 这个盘 不管上跪还是上士 真的会让你长到 不敢相信的位置 你知道吗 所以我告诉你 大摩跟你讲的后 大摩在跟我 大摩在帮我背书 大摩跟在我屁股后面 说上看一万三 也有人讲 明年忘到2020上半年 我告诉你 这个都会过 早晚的问题而已 一万三也不是问题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在大涨的过程里面 什么股票可以让你的财富大增 财富翻倍 我要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你跟我讲说指数会上 他会上没有错 问题是股票 什么股票会涨 我跟你讲 我今天带给你的这支股票 各位 每次啊 我都跟你说来 打电话进来 我这个礼拜 昨天前天 19号 你看这支股票 我不公开 那天你打电话进来的 这支股票好不好赚 我今天不翻 我临时改变主意 我不翻 我免得你们 被转移焦点了 来来来 各位 把你的目光 把你的眼神 注意到这支股票 不得了 各位 姓鸿科 九阳 前顶 背后赢家要联手合作 他们要联手合作 姓鸿科 涨98%的姓鸿科 九阳 涨80%的九阳 前顶 涨80%的前顶 这三个背后赢家 要联手合作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 我叫做长辈标股 长辈 各位长辈 不是敬老尊贤的那个长辈 长辈 你应该看懂什么意思 他叫做长辈标股 各位你知道吗 我都没有在我的字卡上面写这么明确的一个文字 到底是接到什么订单 各位我已经算过了 这支股票的EPS 明年的EPS 翻倍倍速起跳 倍速起跳 你知道吗 你懂我意思吗 这支股票明年的EPS 倍速起跳 各位我很少在我节目里面跟各位谈这种东西 我跟你讲 我把握住 这就是我的资源 我掌握住了 这档股票很可怕 明年的业绩将会有爆发性的成长 这档股票要让你的财富翻倍 来 你今天扫进去 以前之前这两三天叫你打电话进来 你都会觉得说 打电话进去 听到对方的声音 喂 有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也不晓得跟对方讲什么 我要刘老师的股票 刘老师今天在电视上涨的股票 我想一样 有些人不好意思不好说话 不知道怎么该说出口 有时候你觉得好像跟我们的人员对话 你会觉得有点困难 有点障碍 那要不然 要不然各位 我今天换个方式 没有声音 你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你看不到对方 对不对 我们没办法见到面 对不对 你也不用听到我们的声音 好不好 我们就无声无喜的 静悄悄的 把这支股票带回去 扫描我的QR Code 拿起你的手机来 扫进去 各位 扫进去 共享 我今天要跟你共享这支股票 共享标股 扫描就有 你只要扫进去 这支股票 就你的 各位不用急 扫描不用钱 扫我这个QR Code不用急 我们一起赚大钱 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 从现在下个礼拜开始 到选举过后 它是跨月份跟跨年度的 这支股票 为什么 因为未来我敢打包票 未来的媒体 不管是报纸 还是我的同意 未来 等到这支股票涨上去的时候 开始就开始在聚焦讨论 问题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都不晓得 所以我跟你讲 这支股票你要来要 我给你 没有问题 我给你 我给你 各位 倍数的股票 长辈的股票 相信我啦 你知道吗 过去我在讲这支 在讲这些股票的时候 你都没赚到 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 利基 三倍 为什么他会讲三倍 老师 对啦 我知道你有资源 我知道你有证据 我知道你看了很多的东西 对啊 可是这是资讯的特权 你没有啊 你没有啊 你没有这种资讯的特权 你有看过别的分析师 拿这种报告出来给你看吗 你拿得到吗 问题是很多人都拿不到 很多人没有那个资源 所以你都不晓得说 为什么利基会长这么多 利基为什么会长这么多 利基 4968利基能够涨一倍 更正涨三倍 从五六十块涨到两百多块 我跟你讲 这就是资讯的特权 我跟你讲 这个也是资讯的特权 情报 这个比那个报告还厉害 我跟你讲 这个啊 你那些什么利基的报告啦 还有刚刚我跟你讲台表课的报告啊 还要厉害啊 还要厉害十倍啊 你知道吗 搞不好还不止这些人要去买这一支 我所听到的 所以我跟你讲说如果今年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的倍数股票 你都没有赚到 像乔山 我跟你讲的倍数股票啊 你都没有赚到的话 我告诉你 来 下个礼拜开始 你跟我走 你跟着我 不然 不然 你就买了这支股票 把这支股票锁到你的保险箱里面 一个月后两个月后你回过头来看 会不会你慢慢看啊 这支股票我叫做长辈 长辈标股 长辈标股 各位这支股票不得了 接到的订单 我告诉你 你知道我很想去把一些 我的来源在电视上稍微 稍微透露一下 但是有人有交代啊 不能讲 不能在电视上曝光啊 我报告给你看已经算是很 算是有点踩到红线了 你知道吗 我这样算是犯规了 那个台表科啊 比如说台表科 各位啊台表科啊 今天大党的台表科 我这样算是犯规了 你知道吗 所以有些常常跟我讲说 金峻啊 不要在电视上讲这些东西 讲得那么明白干什么 还把资料报告给人家看 各位我跟您讲啊 我就是要打破这种资讯的不对等 所以有时候 我常常说 我在这边 你们在外面 你们都没有办法接触到最核心的一些 一些情报 一些消息 比如说有些公司 接到一些订单 都是他们最上面的知道 高层知道 你们都不知道 我跟你讲媒体也不知道 那些高层知道那些 他们接到一些订单啊 什么时候才会曝光给媒体 一定会等到那个股票涨上 这一段之后 他们才把这个消息曝光给媒体 然后媒体在告诉你们 所以你们都最后一个才知道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要打破啦 我今天就要打破 我今天就告诉你 各位 他们知道什么 这支股票 我今天扫描进去 各位 扫进去 我跟你讲 我跟你分享 我跟你共享 这支股票股 我给你 扫描就有 扫进去拿你的手机 扫描我的QR Code 各位不用钱 不用钱 扫进去 这支股票 就是你的 我们一起赚大钱 各位 长辈标股好好把握住 进广告 战神一出 神域争锋 战神专线 02-8512-5858 8512-5858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官网服务 欢喜丽临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 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航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陪您拥抱财富 02-8512-5858 168战神专案 掌握精选标的 全力出击 掌握精准转折 全面获利 战神一出 谁欲征锋 战神专线02-8512-5858 8512-5858 你太快了 穿出造像啦 大家要用著你 好 好 真的都要按喔 你知不知道大作的转快 不断很大 有視野死角 全都不就要找人 騎車不搶快 出門沒意外 超盤戰將 我跟你講 這個媒體不知道 你到那個股市觀測站 你今天知道這支股票是什麼 你到股市觀測站 你去看 沒有這個消息 大家都還不知道 所以我說這個比這個還厲害啊 先前的台表科也是核心嘛 有沒有 剛剛傳出來的震撼情報 震撼情報 我告訴你啊 台表科不夠看了 跟這個比喔 這個比較厲害啊 比台表科還要更加的震撼十倍 你知道嗎 這支啊 明年的業績將會有爆炸性的成長 明年的EPS是翻倍啊 倍速起跳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實質的基本面 有夢 而且有業績 然後股價 你想不想知道現在股票多少錢 我跟你講 人人買得起 人人買得起 他不是那種高不可攀 不是 你絕對買得起 真的我沒有騙你啊 你買幾張你就買幾張啊 你買個十張 二十張 五十張 一百張 兩百張三百張五百張 都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支 我要跟你分享 這支股票 我要跟你分享 掃瞄就有了 不用接到 不用聽到我們對方的聲音 也不用打電話 今天電話都不用打 好不好 拿起你的手機 掃進去 掃瞄進去 我社訊好之後 這支股票就是你的了 我跟你講這支股票 我叫做長輩標股 很厲害 真的太強了 明年的業績 將會有爆炸性成長 核心傳出接到大訂單 這個訂單啊 這個訂單呢 可以讓這家公司 鹹魚大翻勝 這支股票我跟你說 各位 不用錢 掃瞄進去不用錢 我們一起賺大錢 這支股票 長輩標股 好好把握 下午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168戰神專案 掌握精選標的全力出擊 掌握精準轉折全面獲利 戰神一出誰與征鋒 戰神專線02 85125858 85125858 破片王